大家好,我是一宁妈妈 现在正是红薯大量上市的季节 今天我们就用它做一个软糯好吃的红薯饼 准备一根洗干净的红薯 去皮以后将它切成薄片 上锅大火蒸20分钟 将它蒸熟 蒸熟以后一共是210克 趁热倒成红薯泥 然后加入210克糯米粉 搅拌均匀 下手揉搓细腻 让糯米粉与红薯充分的融合到一起 如果觉得还是比较干的话 可以再额外添加30克开水 搅匀以后将它简单的揉成面团 不用醒面 直接将它移到面板上 搓成一个长条 搓好以后再平均分成8个等份面剂 准备一小碗清水 把双手沾湿 取一块面剂 用手掌反复的将它捏一捏 捏圆以后在中间按出一个坑 做出鸟窝的形状 放上红豆馅 虎口钻动轻轻向上收拢 把馅包裹起来 再次捏圆 由于生的糯米粉没有筋性 所以在揉面的过程中很容易开裂 这里我们沾上一层清水 可以有效的防止它开裂 在包制的过程中 也会更加的容易操作 粘圆以后再沾上一层清水 裹上一层白芝麻 再用手团一团 至白芝麻粘得更加的牢固 用双手将它按压成饼 最后饼的厚度大约是半厘米左右 平底部沾锅中刷油 油温微热时 依次下入饼坯 盖上盖子 用小火烙 烙一分钟左右 底部定型给它翻面 翻过来以后再盖上盖子 再用小火烙一分钟 然后将它再次翻面 烙这个饼呢 我们中途一定要勤翻面 这样可以使其两面上色均匀 颜色一致 全程最好都保持用小火来慢烙 这样才不宜使饼烙糊 大约烙三到四分钟左右 将饼都烙到这种两面金黄 烙到饼微微鼓起 按压可以回弹 就说明它已经完全熟透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红薯饼就做好了 软软糯糯的 放凉了以后呢 它也不会变硬 裹满了芝麻 烙好以后吃起来的口感焦香焦香的 做法简单 没有任何的难度和技巧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我是一宁妈妈 我们下期见